不要再把夢想跟工作搞混了 你的夢想應該不是工作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自己的夢想呢 最近我在學校準備生涯規劃相關課程時 我發現許多的教案都把職業和夢想畫上等號 好像夢想就一定是一個職業一樣 我覺得這樣談夢想真的太狹隘了 因此這次就想花短短幾分鐘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夢想這兩個字的看法 後面也會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更靠近 還有更了解自己的夢想 那事不宜遲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首先我認為夢想是一個對未來的想像 還有對未來的憧憬 也可以說是人生的目標 所謂的夢想應該是哪怕你沒有因此獲利 你依然會為了它而努力的 有夢想人才有動力活著啊 像我自己的夢想就是我想要去環遊世界 並也經歷各個美麗的人事物 去冰島看看極光 或是去荷蘭的紅燈區 感覺都是不錯的體驗啊 嘿嘿嘿嘿 等一下這個變態的笑聲讓人聯想到 走啦 林森北還是哪一間齁 今天我出九圈我出 看幾個小姐 看幾個小姐 那俗話說 人因夢想而偉大 但如果你只把夢想 當作夢 那它就只會離你越來越遠而已 就真的只是在做夢了 夢跟夢想差距就只是在於 你有沒有付諸行動 像是我想要環遊世界 那我首先就要有足夠的money 接下來就是要對各個國家都一定的了解 你總不能夠在伊斯蘭家國家狂吃豬肉啊 剩下的就是時間規劃啦 向時間管理大師看齊 至於工作和金錢應該是你實現夢想的手段 而不是被當作你的夢想本身 不然有誰喜歡工作啊 就算是那些號稱喜歡工作的工作狂 他們追求通常也是工作給他帶來的 名氣金錢還有成就感之類的東西 至於金錢帶來有時候就是 背後的安全感還有一些自我實現感 但他的夢想絕對不是工作 所以到底要怎麼知道我們有哪些夢想呢 還有要如何讓我們的夢想更具體呢 這邊分享一個東西它叫做夢想版 這個東西在網路上有非常多人都有分享過 那他的目標就是讓你的夢想更具體化 首先我們會先列出五到十個夢想 夢想內容可能包含了感情、家庭 想學一些技能或是身材之類的靈靈種種 大概我列出一些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搜尋相關的圖片 讓夢想越具體越好 像是旅遊的話 你會想先去哪裡 可能是日本 可能是英國 那如果買車子的話 你會想買哪個品牌的車子 像我就蠻喜歡賓士的S450ALON 它就是我的夢想車 至於身材的部分 我希望我可以像彭于晏一樣 又帥、身材又好 算帥的部分我應該有了啦 不要下班好嗎? 找好圖片之後 就把圖片印出來 進行拼貼 或是丟到Canva這種 美工軟體上面去進行製作 貼好或是弄好之後 最後一步就是把它給印出來 放在你平常就可以看到地方 放好後就完成囉 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夢想版 這就是我夢想版 那更詳細的介紹的影片 我就可以放在影片的下方說明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看看喔 夢想是一生的課題 也祝各位都可以找到 並且完成自己心中的夢想 最後送各位十六字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人生有夢、祝夢踏實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